主席各位同仁 师部长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请部长 部长有请 你好 部长 其实能源税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除了能源税之外 还有环境税 能源税的部分 可能就是 这个汽油啦 或是说这个柴油 就其他相关的能源 或是这个燃料油这类的 环境税可能是比较倾向于 这个污染者付费 而且是要把这个费的部分 改成税 这个部分 那这是两个部分 那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复改会的部分 我们这个东西都有 因为复改会的这个版本 或是研究的版本 有可以说是 这个温室气体环境税的部分 可能是一顿五百块 一千块到一千五百块 三种版本 那那五百块的话是 到最终一百零九年度 所以依照十年的期程来 苛征的话 是零点三 那那个一千块是零点六 那这个一千五的话 那经济部比较能接受的这个版本 或是认为说产业界能够负荷的这个部分 是到哪一个部分 你们的底线是怎样 我跟委员报告 就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刚才 有些委员在询问 对一般物价的影响 电价跟着上来之后 影响这一块在那边 电价跟油价是物价之母 就是会混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影响在那边 第二是说 对个别产业 可能造成的冲击 那这一块就要看 国际竞争上 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跟竞争对手国 比如打个比方 假如煤当原料 该不该刻的问题 这还欠在一个问题 这当欧盟 像法国爱尔兰 或是其他国家 像将来美国也 科增了环境税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科增的话 我们的产品进去欧盟 进去其他西方的国家 可能要被科增环境 环境关税了 这也是一个考量的部分 了解了解 如果人家有刻你没刻 因为我们是要出口导向 所以我们的产品 要卖到国外去 卖到国外去 所以说 他说你台湾就没有 这个环境税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这边要刻 这样避免造成不公平 同样道理 假如台湾刻了以后 有若干国家没有刻 问题会相同 问题是我们是出口导向 如果我们是以进口为大宗的话 那这样的话 人家没有刻 我们当然是可以刻增 这个环境关税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从这个看来 不仅是看到说 我们电价增加厂商多少负担 应该想到如果 我们有这个部分 厂商的产品到国外去 还是要被刻增 所以 所以他们跑不掉的 基本上经济部的立场 所以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们的立场是分两段 第一段是 客 年龄税 经济部是支持的 现在谈的只是幅度 跟它范围问题 税率的问题 是的 好啊 那你们是比较倾向于什么 那么经济部也曾经提过 750啊 这不是菜市场缓价 一加一除以二这样子 啊 这一部分我不晓得 没关系 你再给我书面了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啊 其实国家产生困窘 大家都想到说要开源 截留 啊截留的部分 当然让主席出去 伤老金 他会去给 这个各部会啊 请他们有一些 预算没有那么急的 可以暂缓执行 或是有一些 经常门的支出 可以扣紧一点 这部分 这我们都知道 开源的部分 有没有听说 将来的一些经济特区啊 包括我们现在跟经济部相关的 加工出口区 自由贸易港区 这一类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特区 会被磕 将来有可能会被磕税 有没有 目前经济部有在规划 所谓 有没有听到 听到这样的声音 里面好像没有说在经贸特区 我告诉你啊 经济部在复改会的 你们一定要有人去盯 有人去注意这个问题 副改会也从这个部分 要考虑对于一些经济特区的一个科税 当然科学园区不是归你们 科学园区是归国科会啦 但是这个加工出口区的部分 跟这个 跟这个自由贸易港区的部分 可能跟经济部 可能比较有相关 跟我们报告一下 在经济部的加工出口区 我们目前将来准备有个法律 是叫银音特区一个章在那边 这章有关他的相关的税负 将来都会到立法院的审议在那边 对啊你们立场是怎么样 我是不是请我们那个 目前在规划这个处长来做报告 来处长 主席委员好 目前我们在规划的这个特区里面 基本上是希望在相关的 包括保税仓库保税工厂这类的 那个部分我们是架构在加工区的 物流中心也算 一个专长底下 对 那个部分都有 那你们立场是怎样 我们的立场目前是希望说 目前整个经贸已经直见自由化 那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个特区 让所有进来区内的这些事业 包括我们的台商 同不同一颗税 刚刚部长说能源税跟环境税的部分 经济部原则上是支持 只是税率还要调还要再讨论 但是这个经济特区这部分 你们是如果说国家有这个需要 或是有一个财政部 他们有一个想法 说将来这个这些经济特区 考虑有一些费率 这个管销管理的费用的收取上 或是以费来科 以费为名来科增这个税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今天复改会正在讨论 那我们会把这些讨论 所以我才替你们关心这个问题 你们都没有 有没有跟部长 部长刚才不知道 有没有跟部长报道这事 我们目前的立场是希望能够特别来考虑 就是反对他磕税的意思 对不对 就要清楚 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说 其实经济部门跟财税部门 他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接下来部长请问 简短来请问 其实现在的治水的问题 大家都认为说 把矛头都指向水利署 我觉得也不尽然攻 谢谢 将来对于 如果说一个将来政策的方向 是对于流域 设一个流域管理局 以主要合川为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考量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考量到 每年的治水 包括有八年八百亿 包括有扩大内需 包括八八的特别预算 这么多的经费 我们会有点担心你们执行的玩吗 有没有这个执行能力能执行 谢谢委员提到这个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钱是一件事 但执行是一个大问题在那边 所以在整个规划里面 有时候预算突然间成长太大的话 执行力大概也没办法吸纳在那里 对啊 所以这边是我们在整个规划过程里面 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 我们都会把这些事情放到里面 所以你们会怎么样 你们认为没有问题 这三大预算包括年度预算 还有包括年度预算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给大院的资料里面提到说 我们随理署要增加人手在那边 因为这签到执行力 能不增加 你钱进来是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中央政府原额又有管控啊 就是你的部分可能要从现有原额里面来提拨 来移拨或怎么样 或任务编组 因为这个签到专场的问题 因为你要做水利 大概都水利专场问题在那边 对啊 所以经济部也曾经得到刑建的同意 在水利专场会增加 相当多人数在那边 会有一定的这个人数增加 好 一百零 一百多位 两年多 好 两年一百零二 好 那这样子我们希望说 这个人力建制上去 这个效率就会出来 了解 最后一个问题啊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水库啊 水库这个淤积的这么严重 将来对于经济部所管理的水库啊 或水利署所管理的水库 怎么样能够作为这个清淤 把这个淤泥清除 过去都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觉得将来可能事实上是有这个改变的 或者是改玄更张 整个清淤的策略啊 政策要改变 会比较好 谢谢委员 有关这一块 那么河川野西还加上水库在那边 这个整个的清淤方案 输件方案 经济部已经在准备报行政院 整个报告水库在那里面 那水库的清淤座啊 的确跟河川是不同的 那么打个比方 利用重力排沙等等在那边 我们再考虑新的方式在那边处理